猎女操,无童相待老,鸳鸯会双死,真富贵殉夫,舍生亦如此,波兰世不起,窃心骨井水,雄无雌铜之夜覆盖相守终老,鸳鸯水鸟成双成,对至死相随。 真洁的妇女跪在为丈夫训捷,为此舍生才称得上至善至美,对天发誓我心永远忠贞不渝,就像清静不起波兰的谷井水。 平夕这是一首颂扬真富烈女的诗,以梧桐携老,鸳鸯双死,比喻真富训夫,同时以谷井水作笔,称颂妇女的首节不嫁。 此诗内容或以为有所寄托,借赞颂真富烈女,表达梦桐坚守节操,不肯与权贵同流合污之品行。 作者孟桐,西元751年至814年,自东野,湖州武康,今浙江省德青县,人,孟浩然之孙。 少隐松山,年五十始成尽氏,魏力扬味。 韩玉吉众之,建于正于庆,奏魏村君,魏姬,族。 张吉士曰真耀先生。 张吉士曼,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